好,上节课的内容呢 咱们讲了一下关于这个OC的一个安装 以及一个破解的办法 好,这节课呢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基本设置 你安装好以后呢 就是你的这个Octa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面有三个这个小功能 第一个呢 是它的工具条 点开以后呢 它就是这样 会接它的工具栏 这些基本参数 以及它的一些工具设置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我点开这个以后呢 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好像和它一模一样 对吧 只不过下面呢 多了一个渲染窗口 实际上呢 这工具条呢 你点这个渲染窗口和它一样的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 我们就直接点第二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几乎用不到它 对吧 用第二个它都有 第三个呢 这个齿轮的设置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就和咱们这个默认渲染器的这个图标很像 它呢就是OC的渲染设置的参数 就在这里面进行更改 就是OC的这个渲染设置 好 那么我相信大家肯定看到过 很多这个OC的这个渲染器 对吧 都喜欢放在这边 就是你可以 按住鼠标左键 看这个 虚线的这个东西 按住了 然后呢 给它拖拽到这里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窗口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 给它再往下拖拽一些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全局的了 左边这里呢 都是虽然你这个OC的一个窗口 好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呢 我加载一个模型 好 就直接用这个CD自带的一个内容浏览器的模型吧 找一个 这个人物吧 这个人物好像也用了很多次了 好 实际上呢 你这个默认的时候啊 就我这因为调整过了 我这里改一下 大家这里不用记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实际上你们默认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你们一开始渲染的时候 这个样子的 好 后面呢 我会说一下 就这些参数是有什么作用 在咱们后面课程中会讲到 然后你直接去渲染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实时渲染的效果 对吧 因为它是基于这个GPU的嘛 就可以实时渲染 非常快 比如说我在这里给它来一个太阳光 这里也不用记 就先看一下效果 比如这样的一个太阳光 对吧 给它一个细分曲面 你就会发现 它非常真实 就是相对于咱们那个默认的这个日光呢 就是咱默认的这个日光对吧 它这个太阳呢就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并且它这个光照呢也是更自然 你看这个天上有这个太阳 而且它这个太阳呢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大小什么的 和它那个默认的很像 包括它这里面呢 还有它的浑浊度呀等等的这些效果 好 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界面设置 比如说你现在觉得这个界面我就觉得不错 对吧 我下回呢 我再打开我的CD啊 我就不想再这样去再开启它呀 然后再挪到这儿啊 然后再去调这些设置 我就想直接这个样子 OK 那么你呢就可以点击这个窗口 然后呢 在这里面有个自定义布局 咱们给它另存布局为 你就随便存一个 比如说是OC啊 或者OCC什么对吧 这里我都存好 这样随便打就OK了 点保存 那么你下次再打开CD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点击这个界面里面 给它切换这个OC的用户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布局呢就会根据你调整好的一个布局呢 直接进行切换就行了 如果你要想让你一打开CD啊 就是这个OC的用户 那你就可以点这个窗口 自定义布局 然后呢把它改为这个 保存为启动布局 那这样的话 你打开CD呢 就是这样的OC的一个界面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完了这个OC的界面的设置 咱们下节课呢 来讲一下这个OC常用的一些渲染设置 好 那么咱们下节课见